大家好我是肥宅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畫師 正是因為雪女未亡人而一炮而紅 瞬間成為本職界話題中心的Puzaki老師 這邊先偷偷說一下 老師的作品我個人覺得都在水準之上 蠻適合在想要放鬆的時候看的 說到放鬆 還有什麼比可愛的小貓咪更讓人療癒的呢? 我最近新的興趣是看網路上的貓咪影片 我就覺得貓咪小小的毛毛的很可愛 後來又被我發現一款養貓咪的手機遊戲Cat Time 裡面可以是養可愛的電子數位貓咪 聽起來是不是很賽博龐克 這是我養的貓咪 叫長大變貓娘 就算是虛擬的貓咪 你也能給他完整的貓生 餵食 蠶食 書毛等各種情境都有 我最喜歡的就是餵食的部分了 就像現在有很多人在做網路吃播一樣 看別人吃東西就是有種莫名的魅力 更不要提如果對方是可愛的小貓咪 那一定是更有魅力的 Cat Time滿足了我們這種沒有時間沒有空間養貓 但卻又喜歡可愛貓咪的玩家 跟貓咪互動的時間真的超級治癒 遊戲裡還有一個每日的三宵挑戰 挑戰越多難度越低 就算是失敗了依然可以換取獎勵 還有新增了春日櫻花闖關模式 浪漫櫻花等你來挑戰 下載連結都幫你在資訊欄整理好了 現在就加入賽博龐克養貓的行列吧 首先要來看看幾部老師比較早期的作品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對生活不太滿意的上班族 工作給他的壓力 讓他失去了熱情跟夢想 後來他在半夜三點遇到了兩個深夜未歸的女學生 出於一種大人的責任感 他暫時將兩位女同學收留在家中 讓他們在危險的深夜時段可以有個安全的地方待著 這兩位女同學也算是蠻理解人情世故的 知道滴水之恩 泳泉以暴的道理 雖然手上沒有錢 住宿費肯定是付不出來 但他們還是想了很多其他方法來回報主角 這讓主角又覺得生活好像不再只是連續的苦難 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期待的 主角給女同學一個過夜的地方 女同學幫主角找回失去的熱情跟夢想 你幫我 我就幫你 彼此之間互相救贖對方 果然世上還是好人多啊 然後是一部主打NDR題材的故事 主角也跟剛剛的上班族一樣 對生活感到很無力 原因是因為總有人霸凌他 好不容易上了高中 終於交到兩個朋友 一個學生會長 一個三好青年 本以為未來終於一帆豐盛 可以一掃霸凌陰霾 沒想到的是 這個學生會長跟三好青年 私底下也說盡主角的壞話 學生會長嫌棄主角噁心 只不過是對主角好一點 居然跑過來告白 簡直是得寸進尺 其實學生會長早就有男朋友了 就是這個三好青年 後來這些事情主角通通知道了 一個人要改變 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希望 另一種就是絕望 自己告白失敗 還要被兩個好朋友羞辱 更棄人的是學生會長喜歡的不是自己 是那個主角曾以為是好朋友的人 無盡的痛苦 迫使主角出現了拉整個地球陪葬的念頭 馬上就要來對學生會長和三好青年重拳出擊 主角潛伏於黑暗中 偷偷拍下對兩人不利的照片 拿去威脅學生會長 迫使他對自己唯命是從 再將學生會長對自己唯命是從的畫面 拿給三好青年看 重創完三好青年 主角終於消去了心中的怒火 主角怒氣的消退 同時也代表著地球上的其他人類 可以不用被拉下去陪葬了 人類文明又度過了有驚無險的一天 真是可喜可賀 接下來這個故事的主角也是很有故事 很小的時候媽媽就跑了 就只能跟著爸爸一起長大 多年以後 爸爸再婚 娶了一個外國人當老婆 對這個新來的媽媽 主角抱有一種很奇妙的心情 而這個心情真正的面貌 竟是主角也喜歡上了這個新媽媽 爸爸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常常不在家 主角就趁這個時候來偷老爸的主堡 跟新媽媽交流了許多異國的文化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 這個新媽媽看著很眼熟 是不是長得很像雪女未亡人裡面的雪女 也不能說很像 就是本人 我根本無法分辨這兩個角色的差別在哪裡 以上的這三部作品 對老師後來的創作之路有重大影響 像是喜歡以全彩的方式創作 還有角色的設定 都能從這三部作品中品出一些端倪 尤其是新媽媽那一篇 我嚴重懷疑雪女未亡人根本就是這一篇的再利用 不要說角色 故事的設定也很像 兩篇都是女主角有一個原配偶 但因為某些原因不見了 然後主角就趁這個機會達正得分 就差在一個是發生在有妖怪的世界 一個沒有妖怪 而在早期作品跟雪女未亡人之間 還存在著一些過度時期的作品 其中一部是主角和三個女同學 討論校慶相關事宜 討論到一半 忽然大打出手 還是主角一次打三個 力戰群雄 角色的設計風格和故事 讓人聯想到另一部知名作品 一樣也是主角一個人呂布戰三英的金權家 不過這樣的題材在本職界本來就很多人畫 跟炸鼠條一樣 一抓一大把 所以也沒有什麼誰抄誰的問題 可以看出來的是 作者真的很喜歡這樣的角色設計 早期也有一篇是跟這部很類似的 另一部過度時期的作品 算是老師比較大膽的挑戰 居然是過去從來沒畫過的病嬌 主角有一個青梅竹馬和姊姊 三個人從小就一起長大 一起玩 上了高中之後 跟姊姊的距離突然疏遠了 因為姊姊在課業成績上的表現 可以說是全面碾壓主角 這讓主角非常自卑 在主角跟姊姊漸疏遠的時候 青梅竹馬看上這個機會 趁機融落主角的心 當然這一切都被姊姊看在眼裡 姊姊會變得這麼優秀 是因為希望自己能配得上主角 如果這個時候主角被整晚端走 所有的努力 全部都本末倒置了 必須搶在主角被融落之前想個辦法才行 而這個辦法就是在主角的飲料裡面下藥 趁主角失去意識之後把他監禁起來 接下來看要怎麼處理 全看自己開心了 這部真的是作者說的作品裡面最獨樹一格的 回頭看看作者過去的作品 從來沒看出有任何和併交系有關的線索 突然就橫空出示這麼一部 著實是令人驚艷 接下來的作品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雪女》兩部曲了 未來應該也還會繼續連載《雪女》系列的故事》 原因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既然大家喜歡看的話 那為什麼不要呢? 熱度好不容易拉起來了 就更應該要趁盛追擊啊 雖然前陣子有人在老師的推特掌貼《雪女》連結 讓老師好像有不想繼續畫《雪女》系列的風聲》 我個人是覺得作者不太可能真的把《雪女》做的可能放棄 《雪女》所造成的損失 應該是小於繼續畫《雪女》未亡人》 這句話由我來說確實是比較奇怪 我也不是在鼓勵大家去利用《雪女》 只是如果說有盜版就不繼續創作的話 那其他畫師不是早就應該封筆的封筆 該轉換跑道的轉換跑道了嗎? 所以老師說的不繼續畫《雪女》應該比較像是企劃 在原作者的底下放盜版連結 這個衝擊應該不雅於我在留言區看到有人說 誰的影片比較好笑一樣 都是讓人感到蠻挫折的 在看完老師比較早期的作品之後 有一個疑問 我真的是越發感到好奇 在雪女未亡人前就已經有這麼多優質作品 怎麼好像就沒有什麼討論度 尤其是跟雪女未亡人幾乎長得一樣的外國人心媽媽 如果說雪女能紅 人物造型佔很大的比重 那這個長得跟雪女差不多的外國人心媽媽 理論上不也應該要佔據討論樂度一陣子嗎? 這個問題我始終想不透 難道真的就是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嗎? 真的喔 真的是那麼玄幻的原因喔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因素被我忽略掉了?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幫我再補充一下 最後希望大家都有找到自己喜歡的作品 進而喜歡上這位畫師 那麼以上就是本次的節目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可以的話 再幫我按一下底下的這個 超級感謝功能小兒贊助我的頻道 可以幫助我未來創作更多優質內容喔 謝謝收看 我是肥宅 下次見 晚上結束兩 podía Fourth 我們有幫助這個 我們一起被 aş arrived 我們吃了這邊 ifulle的 hash 智慧 大家願為那個珍珍珍時Good 還是有門時 spinner 在甚麼時候 それでは fr 感谢观看